我说 大爷 让俺做这个演员吧 俺就想回家去CIFER 当时啊 风导就被我的表演给惊呆了 他就默默低下了头 没要我 但是呢 我们不能放弃啊 对不对 咱们不能never give up 后来呢 我就潜伏到财智评音导演的剧里边 那里都是偶像啊 F3 F2 我就求他 我导演哦 你要让我似习 你懂我意思吗 到名字我也能演哦 他说你这身高 我导演 你都用那个仰胎呗 然后我说那你来一段吧 我说OK 三菜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哦 我真喜欢你 你知道吗 如果道歉有问题 我还要警察干嘛 那他也说不行啊 这身高还是个硬赏啊 这么着 你能不能演演 三菜他妈 我说这没问题 这个咱本岁啊 三菜呀 妈咪跟你说 不论是道明是少爷也好 还是喝嘴泪少爷也好 你都要搞定一个 跟他好好谈恋爱 我们家里就靠你了 然后说呢 财士平导演就说 说海洋 这也不对呀 跟你没有这个 三菜他妈的外形 就是 说我跟他妈相比 我长得又有点太苗条了 然后他倒给我一个 非常中肯的意见 说海洋 诶 好像就凭你外貌 I think I think that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演 那种科幻片的外星人 我说导演啊 外星人我觉得 马云比我更合适 你们俩可以演双胞胎哦 所以呢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虽然是屡战屡败 但是我不认输 对不对 东北 东北演员能随便认输吗 我就想 如果有一天 导演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选决策的话 我一定把它演好 其实我跟你们讲 刚才那都属于龙套级别的角色 我最擅长的 就是演那些叠战剧 为什么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让我选一个叠战剧里的角色吧 因为叠战剧的角色呢 那都是集智慧 勇气于一身 各个都是 Superman 超级英雄 你比如说 007里的 James Bond 叠中叠里边的阿汤哥 真实谎言里的石瓦星哥 I'll kill the bike 以前我不敢吵了 这玩意儿 咱整不了 对不对 觉得偶像派 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 这不后来 汤姆·克鲁斯演了个铁装碟吗 一米七跟我一边靠 所以我树立我的信心 所以我看见了这个 短腿男的春天 啊